称赞,该餐厅内的监控系统记录下了此事的完整过程 起初,该妇女抱着孩子在餐厅和客人说话 突然,一名身穿黑色皮夹克,头戴巴拉克拉法帽的男子进入了餐厅 挥舞着枪企图抢劫 从监控录像可以看到,即使劫匪用枪指着他的头 他也毫不畏惧地用劫匪的黑色背包将他殴打出餐厅 据了解,该劫匪当晚在骑摩托车逃逸后又返回现场时被警方逮捕